是 這個儀式現在是在移動當中 因為他們是從西敏廳要移到了西敏寺 那其實呢 在今天稍早臺灣時間一點半的時候呢 是已經結束了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靈重的開放瞻仰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呢 就是伊麗莎白二世的靈舊 是從西敏廳移到西敏寺 那你可以看到呢 女王的這個靈舊上頭 同時也擺放了她生前所使用的這個皇冠 那除了皇冠之外呢 你現在呢 目前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全部都是英國的皇家海軍 另外還有包含樂儀隊等等 前後一共142個人 不過呢 你現在畫面當中 可能比較沒有辦法詳細看到的 包含英國皇室也在這一次的這個隊伍裡面 現在是跟著隊伍要一起移到西敏寺 其中也包含了哈利王子剛剛稍早呢 這個外面的鏡頭其實也拍到了 那接下來的時間序呢 我們也透過畫面呢 一一來帶您分析 包含在稍後的六點鐘的時候 整個的葬禮就會開始 那一路呢 到七點十五分 整個的葬禮儀式將會進行一個小時又十五分鐘 在七點十五分的時候呢 將會是移到這個拱門來進行完整個儀式 那這一次的隊伍成員當中呢 也包含了查爾斯國王威廉王楚 另外還有剛剛跟關熱朋友報告的哈利王子 以及王室的高級成員 那前後142名海軍陪同的過程當中 這個過程將會持續十六分鐘 那你現在目前現場所聽到的呢 就是由海軍陸戰隊的樂隊 在宜林過程間所演奏的這個樂曲 那屆時呢 一到西米寺之後 在這個整體的國葬 一共呢 會有九百名的成員 參加這一回的國葬典禮 其中呢 也包含了國外的總統 前後一共有九十位 那屆時他們移動到西米寺當中 二十三名的皇室成員 將會是坐在第一排 那包含美國總統拜登等等的 九十位總統將會是坐在第二排以後 那這一次呢 到底誰受邀參加了 英國女王的葬禮呢 其中就包含了日本的天王夫婦 另外還有包含加拿大的總理杜魯多 以及韓國總統尹錫悅 其中呢 最耐人尋味的就是 中國國家的副主席王岐山 因為王岐山呢 其實在 中國的國務院對英國的下議院議員 在進行第一階段的制裁之後 其實本來中國的官員 是被英國的皇室給拒絕受邀參加的 但是呢 後來呢 白金漢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 還是要讓中國的國家副主席王岐山 參加了稍早 一點半之前的一個瞻仰的儀式 因此呢 接下來 會不會也到西米寺當中 來坐在期間 來完成整個的葬禮 當然 現在目前都還在觀察當中 但是你現在畫面上 現在所看到的呢 就是剛剛跟觀眾朋友報告的 英國的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琳舊 現在呢 是從西米廳移到西米寺 那在稍後的晚間六點鐘的時候 屆時呢 將會是整體的一個大國葬 不過呢 在晚間的十點 也會呢 也有私人八百人的一個王室成員 所參加的一個私人葬禮 那不過呢 稍晚呢 我們也會持續帶你來更新 那你現在在畫面上看到的呢 在比較偏右上方的 就是哈利王子 另外呢 還有包含王室成員 不過呢 稍晚呢 在晚間十一點 在聖喬治亞教堂所舉行的禮拜 這個王室成員是通通都會出席參加 那現在呢 以上就是目前 在英國的一個最新情形 我們時間要先還給臺北的重方